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要怎麼煎魚 那要煎魚之前呢 你要先會殺嘛 那我現在介紹一個很基本的叫做三枚刀法 那什麼叫三枚刀法呢 就是我們到時候會把它整個去骨 然後變成肉兩片跟中間骨頭這樣 所以就是一二三三枚 但我們會先去一個就是做一個去頭的動作 那首先的話呢 你要準備一把刀子 那刀子種類不限啦 只要它能夠切斷魚骨就好了 啊千萬不要拿那種切菜的片刀 因為那種片刀 就是你沒辦法切魚骨就算了 你的刀子可能還會受損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拿那種可以殺魚的刀子 那這個是中餐的 就是中餐的小魚刀 那這個就很好用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魚呢 一開始我們先要把魚體做個簡單的清潔 新鮮的魚它其實都會有點稠稠的 那我們就稍微把它這個稠稠的部分 稍微洗掉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刮鱗片 那因為這個鱗片很細很小 也不多所以我就是直接用刀子去做處理 那你就是一個逆鱗的方向 因為它的鱗片是往這裡長嘛 所以你就是逆鱗你才可以把它刮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它的鱗片 它的鱗片 對 好 我記得都要刮乾淨了 不然你吃了之後就是吃到鱗片了 好 好 那板面是一樣 那這隻魚真的非常新鮮 因為你看 它還是屬於薑質狀態的 薑質狀態的 硬梆梆梆的 薑質狀態大概死亡大概3到6小時而已 所以 這是非常新鮮的一隻魚 好 那我們現在把鱗片刮好了 一樣 魚體再稍微充試過 好 好 因為我們這個是要吃熟的啦 所以說 我就沒有把砧板就是弄得太乾 或者什麼 其實 吃熟的就比較沒有差 那先的話呢 我們先從它的伸直槍開始 開一刀 開到 開到下巴以下 那伸直槍 這個地方 輕輕的畫就好了 輕輕的把它畫開 然後這邊要稍微施點力 因為這邊它有一個 連接的 算是骨頭吧 所以你要稍微施點力 好 把它畫開 畫開之後呢 照理說 一般是可以直接就是去除它的內臟 但是其實它的 腮跟它的內臟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直接要去頭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頭就可以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連內臟都可以一起拿下來 好 從這裡畫一刀下去 翻轉過來 一樣 這邊從它的這個旗底下 從它的這個旗底下 刀上來 好 然後骨頭呢 切不下去了 這邊有一個中骨 把它剁斷 好 剁斷之後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整個連內臟什麼 全部都拉出來了 好 那唯一會留下來的呢 就是蛋 還有乾 在這裡面 好 這樣你就會非常快速的 可以做一個 去塞去度 那頭的話不要浪費 我們之後還是可以煮湯 那 魚殺開之後它會長這樣 那有些魚會有一些土味 或者是臭抽 任何魚都一樣 淡水魚還是海水魚都可以 你中間這邊有一條膜 用你的刀子 輕輕把它劃開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很多血 那這就是它的臭抽的來源 所以說我們用水 輕輕的 用手輕輕的伸進去 把裡面的那些血搓掉 這樣基本上這一條魚 吃起來就會 不臭抽許多 如果有些人怕血味的話 那這樣基本上就乾淨了 那我們就去進行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真的開始三枚切 那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魚 它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會看到它的旗在這裡 旗在這裡 旗的中間呢 它的中線就是有一台骨頭 那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 把這一片肉跟這一片肉 從中間的這個骨頭分離 所以我們會下四刀 有四個地方要下刀 這個地方下一個 旗的右邊跟左邊 再來呢 這邊是空的嘛 不需要 這裡也是旗喔 這個旗的左邊跟右邊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把這兩片肉 就是分開了 那要特別注意是 它中間還有一個肋骨的部分會連著 所以我們到時候要斷骨的部分 就是斷肋骨 所以這時候你的刀就很重要囉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先從頭部開始 頭部上方 這個的左邊這一圓開始下刀 好 把魚放平 手輕輕的扶著 不要讓它滾動 因為青魚是屬於比較圓形的 所以它會滾動 好 輕輕的從這邊劃到底 第一步我們先把皮劃開 我們先把皮劃開 好 再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骨頭了 順著骨頭 刀子扯45度角 利用前面這一部分 好 再去順著它做一個 去骨的動作 好 來輕輕的順著它 你會發現其實你切不太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已經到中骨了 有沒有 這個是它的中間的骨頭 中間還有一個類似像脊椎骨的東西 好 那從前面開到後面 就看到中間的骨頭之後呢 好 你可以翻面了 翻面的話一樣我們從底下 這一條線的邊邊 另外一邊可以下刀 然後我們從尾部 前面也可以 只要你刀子可以使 好使用的話 輕輕的 好 挖下去 好 你看喔 是不是就是看到骨頭了 好 沒聽到聲音 那聲音就是 表示你做對了 因為你刮在骨頭上面 好 那接下來呢 用你的手 兩隻手 輕輕的把這兩片肉 撥起來 好 撥起來之後呢 我們刀子可以從這裡進去 好 輕輕的就穿過去了 因為我們貼著中間的骨頭 好 那我們刀子 剛剛是這樣做的就要 翻面 翻面 輕輕的 好 我們抓著魚尾 抓著魚尾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往我的左手邊施力 好 你可以看到嘎嘎 那是斷骨的聲音 這樣就起來了 這一片就起來了 起來之後呢 我們把尾巴 切斷 順著它 把尾巴切斷 好 這樣子就是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輕魚 的樣子囉 好 就是長這樣一片 對不對 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就是這樣 好 那還有另外一邊要處理啊 一樣 我們把它翻過來 那 因為看你是左撇右撇 那我是右撇的話 我會從這邊開始下刀 因為比較順 好 那這邊有個重點就是 你可能你的大拇指要輕輕的把它的魚腹掀起來 避免你下刀的時候去畫到前面的魚腹 好 輕輕的把它掀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從尾部 尾部 這一條中線的邊邊開始下刀 我們現在要從這邊下刀 好 那下刀 再下一刀 再下一刀 有沒有 看這樣薄薄的被切開了 那是不是都貼著骨頭呢 有齁 你也可以自己頭低下去看一下 看一下是否自己有做好 好 到中骨之後呢 我們轉過來 一樣 我們從尾部開始下刀 一樣 我們是要貼這條線的邊邊齁 另外一邊齁 這條線的另外一邊 越薄越好齁 越貼越好 第一刀 好我們先把皮畫開 我們不要緊 不要緊張 或是不要急的就是 一次就畫到底 除非你經驗夠 好 那我們再來第二刀 一樣輕輕的 讓刀子去施展它的魔法 好 就是 那是不是都有貼著骨頭呢 好我們再一刀 這幾刀其實無所謂 殺得漂亮都好齁 經驗多的就是少刀一點 經驗少的就是多刀一點 沒有關係 好一樣 我們兩隻手 把它之後輕輕的這樣子 抓起來 抓起來一個縫隙之後 我們刀子可以進去 好 輕輕的進去之後 反刀 一樣 我們拉著魚圍 我現在一樣是往我左手邊施力 OK 然後一樣尾巴的地方 這樣子完整的一片肉就下來了 然後這邊就是剩一個骨頭 就都是骨頭 好 那這樣就是三枚 一二三 三枚刀法 然後如果你要再做更好一點的話 就是把中間的這個肋骨給去掉 好 這個 烤一烤 很好吃 煮湯也可以 我們店裡是烤完之後拿去煮醬油 好 那 這個部分 這邊就稍微需要一點技巧 但一般其實 我們餐廳在做是一定會是把它完成啦 那如果在家裡的話其實你也可以煎 因為它這樣子刺已經少非常多了 那一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先一個反刀 反刀進去 因為它其實中間還是有一些小骨頭 中間還是有一些小骨頭的部分 在這裡 那我們會反刀把它 肋骨跟中間小骨的地方給拆開 所以反刀 那注意你刀子的角度 不要傷到肉太多 好 拆開之後呢 正刀 順著一點點就好了 往底下化 好 你可以翻開看一下自己有沒有做對 那要注意刀子的角度喔 盡量是可以看到這個膜裡面看得到你的刀子 如果這樣的話就表示你做得非常好 好 再一次 好 最後 就可以把它整個肉 卸下來了 好 好 那這樣子看到的就是我們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青魚 就是長這樣 好 所以 欸 如果沒有看過就不知道這個東西怎麼來 但如果有看過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這邊一樣 我們去把前面的骨頭 跟中間的骨頭 反刀稍微把它分開 分開之後我們會比較方便看到 好 轉過來因為我是右邊的關係好 一樣 從邊邊開始下到 順著骨頭 注意刀子的角度 要稍微往上一點 要稍微往上一點 不然的話你會殺到太多肉 好 順利骨頭 下 好 兩個可以了 好的 那這樣就是我們兩片 OK的 輕魚 三枚切 其實不管魚的大小 它的刺都是一樣多的 所以以輕魚來講的話 中間有幾根刺呢 可以算給大家看 那拔是有個重點 你可以去買一個拔珠毛的珠毛夾 也可以拔魚骨 好 那 你可以用手稍微感受一下刺在哪裡 好 那拔的話呢 它的刺是往前掌 所以我們拔了之後 手要往那邊拔 OK 好 好 那我們就得到了兩片 完整的 輕魚輕肉 這個就可以開始用煎的或烤的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用 如何用煎的 OK